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8月30日 星期二 吃過晚飯後 和各位網友繼續緊貼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有一個風又來 成為了超級颱風 不過據了解 走向和香港本來沒有關係 不過9月3日開始 可能會越來越嚴熱 現在還未夠熱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天氣狀況 另邊廂深圳發現 首次發現一隻變異病毒株 據了解內地專家指和香港7月時間的報告是高度同源地說 為何有關香港事呢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說說深圳爆發的疫情和香港之間的關係 說到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敬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我們先一齊看看天氣 話說這個軒南諾 颱風名 升為超級颱風 台灣以東急轉彎 受到乾燥大陸氣流影響 9月3日開始 一連三日熱爆 估計高達34度 報道的來文感隔本港天氣近日持續高溫 但今天下午8月30日天氣轉壞 天文台在下午近4時發出特別天氣提示 受到高溫觸發的趨雨和雷暴影響 本港部分地區雨勢較大 市民應該要提高警惕 下日嚴嚴 酷熱天氣警告自從上星期五 8月26日發出過後至今仍然生效 直至上午11時30分 天文台錄得氣溫達到30.6度 大埔和上水等區域更加錄得超過33度 天文台繼續發出特別天氣提示 提醒高溫天氣持續 呼籲市民補充足夠水分 至於熱帶氣旋 天南諾已經增強為超強颱風 天文台就指 天南諾在未來一兩日會移向琉球群島一帶 並在隨後兩三日在台灣以東海域徘徊 按照目前預測路徑 天南諾這個風之後會採取偏北路線 估計影響本港的機會較微 天文台又說 由於未來一兩日廣東地區風勢微弱 會因高溫觸發趙雨和雷暴 另外受到一股乾燥大陸氣流影響 接近周末到下周初普遍情郎及持續酷異 天文台預測今個周末當然是9月3日 氣溫可以高達34度 估計到時甚為危局嚴熱 各位老友記留意近期的天氣狀況 未來有風不過估計對香港打風不太大影響 吹不正 不過這些風箭得人害怕 令香港非常嚴熱 9月3日周末開始 估計一連三日 有部分地區氣溫高達34度 各位老友記又要開始勤家喝水 出街記得帶傘 無論下不下雨都帶傘 即是太陽也好 零邊雖然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深圳第一次發現BF.15的變異株 內地專家就說 與香港7月報告病毒高度同源 報導的內文是 深圳疫情升溫 當局表示近日大多數國安感染病毒株 是BF.15變異株 是在深圳本地首次發現 引發關注 深圳第三人民醫院院長盧雄州接受內媒採訪時表示 在進化的關係上看 BF.15變異株屬於Omicron BA.5.2.1的子分支 與香港衛生署今年7月份 相傳的一個病毒株的序列高度同源 據第一財經報導 盧雄州表示 關於BF.15目前已知的信息很少 因此病毒株和臨床特徵 還要有待進一步研究 盧雄州又表示 總體來說 BF.15毒株 只是Omicron重多變異病毒株的一個 因此對於BF.15毒株 我們沒有必要過度擔憂 報道又指BF.15變異株在全球範圍都很少有報道 世界衛生組織網站信息顯示 截至8月25日BF.15變異株在世界範圍內沒有被監察到 據早前報導 深圳疫情升溫 昨天8月29日新增35宗新冠肺炎本土個案 包括24宗本土確診病例 和11宗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來自HK01的最新報導 深圳近日有爆發疫情的跡象 部分地鐵站停止營運 講到這個病毒株叫BF.15 很少聽 講到全球報導都很少見 講到深圳那邊就說 內地專家就說這個和7月份 香港衛生署上傳病毒株的資料 都好像是高度同源 言下之意就看來和香港有關 不過暫時就未有衛生署的回應 究竟這個BF.15是怎樣來的 是不是香港傳上去 還是不知哪裏就是感染出來的 暫時都未知的 不過算是礦仔說 就未必和香港關係 加因香港現在主流感染的病毒株是BA.4或BA.5 即是我們都見到一個跡象 反而這個BF.15很少聽 不知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不妨劉果然一起聊聊 另外提醒各位路友記 長者生活津貼9月1日開始 即是星期四合併 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到時將會劃一採用普通津貼較寬鬆的資產上限 單身人士的上限是37萬4千元 夫婦是56萬8千元 一律發放高額准貼 即是每月3,915元 以及同時適用於廣東及福建計劃 這件事曠者跟得很緊 因為這時候要做多些倡議 現在沒有地方做些民生 那我們就努力吧 接下來是10月施政報告 應該要交功課 加因合併長者生活津貼的做法 不是來自新政府的 是林鄭離開崗位前 合併這兩隻長者生活津貼 結果9月1日開始 即是星期四合併 以後一律拿高額 高額是3,915元 不過礦仔也說過 3,915元 怎夠現在的生活 貧窮線一人都4,415元 所以劍指接下來的施政報告 10月公佈 在長者福利之上 究竟能夠如何增加金額 以及做多些事情 因為現在長者福利很關鍵 無論是近日說 長者應該要享受更多福利 或者支援 甚至乎早兩日說 原來不說不知 自殺率越來越高 當中長者的情況 好似越來越惡劣 不少專家都說到 應該要多些長者福利政策 作支援 不知各位網友又怎看 礦仔認為應該制定一個時間表 就是在施政報告 你便施政報告說 改革長者生活津貼 再問財爺拿錢 財爺接下來就預算按 預算按 便撥備一塊錢 多少億都不要緊 這些億是給市民 給老人家的 你便做回跟貼 貧窮線的建議金額 至少 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國賢一起聊聊 另變商人也提醒各位老友 根據HK01的報道 收到香港郵政詐騙信息 差點入信用卡資料 網友分析兩個疑點 很明顯地說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 這位事主就在Facebook群組 黃大仙區友發貼文 就說 我還以為只有DHL才有詐騙的短訊 原來香港郵政都有 大家看路 話說從他上串的照片可見 他29日見到收到抬頭 HKPOST的短訊 寫著 出帝員正在配送 由於你的地址不正確派送失敗 發貨已暫停 請確認你的地址 並附上了一個網址 事主點擊進去 裏面有郵政編號和派遞狀況資料 但圖片所見部分自具以簡體字顯示 如果按入連結中的網址 網頁上半部只有文字圖片 下方部分的連結 就會連同郵政網站相關的部分 如果按進去更新派遞地址 便會要求輸入個人資料 事主因為剛好正在等郵件 差點中伏 就說我還差點給信用卡 那時候真的在等東西寄來 各位老友記者 打醒12分精神 偏安愈來愈多 近日到香港郵政 就跟你說我們是香港郵政 你有份郵巴未搞定 結果叫你輸入個人資料 甚至是信用卡資料 千萬不要中招 我是郭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